本期课程呢我们在讲解有过成交的店铺该如何去破零及提升销量 好的在这里呢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有过成交的店铺好 相比于没有任何成交的店铺来说 你们如果去破零和提升销量的话呢其实是更加容易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店铺里面已经有过成交了 凡是在你店铺里面买过宝贝的这些买家全都是你的老客户 那么这些老客户只要你能够去召回或者说是去把它给维护起来 他们来你店铺里面的成交的概率啊帮你来破零以及包括提升你销量的概率 会比起你的这些新客户会更加的容易 好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关于第一点 我们的老客户该如何去召回和维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路以及包括实操的方法 在思路方面我打我给大家大概的罗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其实我们如果说想要去维护客户和召回的话 我们当然需要先取得我们老客户的联系方式对吧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客户运营平台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的统计在我店铺里面所有成交过的客户的信息 比如他们的联系方式 接着呢我们就要去用尽一切的办法 然后联系上这些老客户能联系上多少就是多少 好吧 好那么第二点就是在操作这一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建议大家可以再去创建好一个淘宝的卖家群 啊那么这个淘宝卖家群的话呢 就是是我们淘宝给到我们呃卖家们一个淘宝的官方工具 因为是我们的淘宝他支持你 就是用这一个卖家群去维护你自己的老客户 你自己的资源啊 然后对于你后期的破领以及包括提升销量等等 都会变得更加简单 这是淘宝非常推荐大家去用的 好吧 好那么再有就是呃通过我们在前面获取到的这些联系方式 然后去联系买家在联系买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用到发短信的模式或者其他的模式也可以 好吧 那么在你去联系买家的时候 你所编辑的这一些呃话术 我们都以活动的优惠啊等等等等为主 那么你这些活动的优惠的话 我的建议是也要能够打动人 就是能够优惠的力度大一点啊狠一点 不然的话你如果糊涂不痒 同样你是吸引不到买家 然后他可能看到之后直接就关掉了啊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吧 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呃可以做些什么新品几折啊 非常低的折扣 或者说是满多少元就给你减多少元的活动 还有以及包括或者说甚至买一送一买几送几等等啊 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OK 那么当你这些文字你编辑好了之后 在后面再附上一个你店铺的短链接或者宝贝的短链接等等啊 都可以的啊 然后你随着你还要能够引导一下 就是进店之后联系我们的客服就OK了 那么当买家有买家通过这种形式来联系上你客服之后 那么你客服再把我们的这一个淘宝卖家群的链接 直接发给我们的买家跟他说啊 亲您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群内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现在的什么样的一个优惠了 所以把群链接直接发给他 引导他加入到群内就可以了 只要买家一进群所有的事情都非常好办啊 之后我们店铺里面所有的这些说到了这些优惠的活动啊等等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活动福利都在我们这个卖家群里面进行啊 不仅能够同时维护好你这些引进来的老客户 同时对于你在这个时候你去破零和提升销量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们只要他们在了就相当于你的手头上已经把他们变成了你自己的资源 是不是 好OK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一个店铺当中的这一个呃 客户运营平台 首先第一个实操客户运营平台的信息统计该怎么去做 对吧 来我们现在带着大家去实操 首先呢你们打开你自己的店铺的客户运营平台啊 客户运营平台进来之后在这里我们的客户运营平台的首页上面 然后你直接的你接着我放小一点啊 在我们客户运营平台的首页这里 那么你直接的找到客户管理当中的客户列表发现了没有 那么在我们的客户列表当中呢 我们再接着看到这里有成交的客户 有未成交的客户 还有寻过单的客户 现在我们首先选择成交过的客户 好吧 那么成交过的客户这里 你就会看到所有在你店铺里边已经有成交交易成功的 他们全部都会在这里所有的信息 但是这里不是全部 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的旺旺 如果我要知道他详细的信息 每一个买家在这里有一个详情 我们点击进去 详情那么你就会看到非常惊讶的一面 你这一个买家 他的真实姓名 他的手机号码 他的省份程式 包括他下单的次数以及包括他的信用的等级等等等等 全部都在这里边一目了然的展现在你的眼前 而此时此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手机号码 对吧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联系方式 OK 好 那么你就把你们这些所有的这一些客户的手机号码都把它复制出来 统计一遍第一个手机号码是多少 第二个手机号码是多少 然后第三个他们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全部一一的复制出来 然后统计好 统计好之后做一个表格 到后期你可以开始慢慢的就是去给他们发一些你店铺里面的活动 去针对他们进行维护 当然你发短信的话 我们是有专门的这样子的一些软件可以做一个统一的短信发布 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营销里面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这个操作的方法 好吧 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在客户运营平台里面统计客户信息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在客户列表里面去进行一个数据的统计就行了 好吧 那么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实操 这个就是我们的卖家群的创建 卖家群的创建的话 你接着你打开你自己的店铺里面的这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店铺的营销工具 这个营销工具里面你找到互动营销 在互动营销这个里面有一个淘宝群 那么你点击淘宝群之后 在这里面你点击一个加号 你就可以开始创建一个群 这个群组的名称你可以写成一些 比如说老客户优惠对吧 福利群 好那么你把这一个群组名称写好 然后再也是我们的这一个介绍 同样的也是以这一个优惠的形式 然后来进行一个书写 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一个引导 好那么只需要把这两点做好就OK了 接着我们再点击我们的这里的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就相当于完成 我们的这一个群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你刷新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页面 OK看到了没有刚刚我们创建好的老客户的优惠群就出现在我们脸前了 而我在前面我跟大家说过对吧 我们创建好的优惠 我们创建好的这一个群 那么我们在最终去引导买家的时候需要把群的链接给到买家 然后让买家点击链接加入到群内当中 而我去哪里获取到这个卖家群的链接呢 好就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个老客户的这个地方点击一个设置 看没有在设置这个符号的位置 这里就有一个复制群链接 把群链接复制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链接直接发给我们的买家 或者你可以把你的群的二维码复制出来 然后发给你的买家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更加推荐用链接的形式 买家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加入进去 OK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的 这一个客户运营平台统计数据 和我们卖家群创建 以及包括获取卖家群的链接 去引导买家的一种方式的一个讲解 OK那么这个是关于老客户方面的 一种一种这个操作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种 关于我们的关联营销 那么关联营销的话 它的思路方面就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目前店铺里边 已经有销量的宝贝 去关联店铺里边的一些新上架的 零销量的宝贝 或者已经上架还没有销量的宝贝 然后用有销量的带动 没有销量的宝贝的成交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让你们这种 有成交过的店铺 才来用关联营销的一个目的 是因为关联营销 有这一种有销量的基础的店铺 你们去做关联营销效果 会来的更好更快 你们才有这一个能力 知道吧 好那么关联营销的话 其实除了这两点以外 还有也就是为了推进我们店铺里边 更多的产品可以被买家看到 被买家关注到 从而带动店铺里边更多产品销售 提升他们的销售量 提升店铺里边的动销率 以及包括你整个店铺的一个访问的深度 等等 OK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关联营销 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关联营销的推荐 做好这一个东西 我该怎么去做 接着我再继续带着大家来实操 同样的打开你的卖家中心 那么在你的卖家中心的这一个位置 卖家中心的我们的这一个位置 然后很容易你直接也输入一个详情 然后详情 然后点淘宝 点抗 依然是进入到我们的淘宝的神笔烟面 然后再有是操作中心 对于神笔这个大家应该是已经非常熟悉的工具了 对不对 好那么当我来到了神笔的操作中心之后 依然关联营销 在批量自运营里面进行一个设置 店铺的一个卖家推荐 然后点击添加 所以我们对于关联营销宝贝与宝贝之间的关联 你要么你就有相似度 宝贝与之间宝贝之间要么有相似度 要么就是有相关性 就比如说买家在你的店铺里边买了一个口红 他可能还会买一个睫毛膏 对吧 那么他买了一个睫毛膏 他可能还需要有一个眼影 对吧 那么这样子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三个宝贝之间 他有一定的相关性 从而买家想买三个东西 那么如果买家一单 他直接买了三个东西 是不是你的店铺里边不仅是 你的这一单的销售额提升了 而你的这一个销量 你是不是也同样跟着提升了 当你把这三个宝贝你选好了之后 点击下一步 而你需要把这三个宝贝关联到哪个产品当中 所以你被关联的这个宝贝 它和你前面所选的三个宝贝 它们之间也是要有关联性的 比如说我关联到这个宝贝的详细页当中 那么我就选中它 接着再点击下一步 然后同步一下 OK 只要等到它这边一旦同步成功 那么就相当于你这个关联营销的设置 就做成功了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优惠券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联营销的方法 切记一定要有关联性 一定要有相似度 有这一个相关性 OK 那么这里两个 对于我们这一种有销量的店铺 有成交的店铺的两个方法 跟大家讲解完之后 在后面我再给大家做了一个 我们这个画重点的总结 那么其实我们第一点 维护好成交过的客户 它破零和提升销量 它会来得更加简单 那么有老客户的生意 才会更加容易做 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 对吧 这也是很多大点 它的产品为什么在一上架之后 就能够直接卖到成千上百件 原因很简单 因为别人在最开始的时候 把这一些有过成交的 凡是成交过的客户都维护起来了 所以成为了他们的老客户 粉丝之后 他在后面想要卖东西 就会变得太过于简单 那么第二点就是 有销量的宝贝 才有能力去带动 零销量的宝贝成交 并且宝贝与宝贝之间 有相似度有相关性 才容易吸引到我们的买家 毕竟我们的买家 他在买东西的时候 他也是因为喜欢你这个东西 所以才来进行浏览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没有浏览 就没有成交的机会 在做观点营销的时候 大家务必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好吗 好 如果说对于这里 我们这个有过成交的店铺 你们如果在本节课程当中 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没有听懂的地方 可以私下再来问老师 都没有任何关系的 OK 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两个操作去执行好 好 那么本节课程的话呢 讲解完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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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